古代是这么艳凉的 用一根长长的铁签子 随机插入一袋整齐碟放好的米袋 抽出来之后 捏起真草里的米粒 先闻有无湿气煤气 再捏颗粒是否饱满 米乳城将米粒扔进嘴里细细咀嚼品味 一旁的官员眼疾手快 立即把一只大铜盘拖在米乳城的嘴巴前 等待米大人将咬碎的米粒吐到盘子里拿出查验 这还没完 就连不小心散落在地上的一粒米 米大人也是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放回托盘中 讲究的就是粒米如珠不贪一粒 一众跟随的官员讯及凑过脸来 细细看着盘里黏乎乎的碎米 齐声悔喊 等随从官员将情况记录在侧后 米大人想要离开粮仓 还需要脱下鞋子 将靴子里的米粒倒到一块明黄色绸子上 当然这也是象征性的 依为不贪国仓一粒之粮 随从的官员按着城市齐声唱道 丽米如珠 不贪一粒 天下其获 视察南西粮仓的一切都太过于完美了 完美到让米乳城有些不真实 太像是有人可以提前安排彩排过的一样 为了看清粮仓的真相 米乳城先是乘坐轿子穿过繁华的街道 高调地表示自己要去新平仓 等走到空气的大街后 米乳城却突然吩咐下人 调转叫头去南新仓 可即便米乳城已经如此谨慎 他的死对头却已经预判了他的预判 苗宗输入出了老谋深算的冷笑 他料定米乳城一定会弃尽责远 直奔离星平仓最远的南新仓而去 我料定这个老狐狸 他一定会绊倒杀个回马枪 这老东西只要人在朝铃门内 今天就出不了事 下官已已经按您的吩咐 把该办的都办了 这就好 你马上去南新仓 米乳城有什么动静 立刻回来禀报 当米乳城踏入南新粮仓的那一刻起 他就陷入了苗宗输为他精心编织好的陷阱 如果你以为苗宗输大张旗鼓的策划 只是为了掩盖他贪污粮仓的证据的话 那你就太小瞧京城二品高官的心机了 他真正为米乳城安排好的陷阱事 将他米乳城从一位两袖清风的清官 变成一只苍场蛀虫 而刚刚演完米的米乳城对此还毫不知情 此时的他很好奇 为什么有11个人被关在南新粮仓的大门外 询问之下才得知 这11个人都是苗宗输亲自拿货的 其中有5人按座手脚王米中掺货白灰 6人内外勾连偷盗库房存粮 米乳城心中大吃一惊 王年生告诉米乳城 苗大人特意将这些犯了皇法的11个人 所在战龙里示众3日后 再送往刑部过堂 并在言语间诱导米乳城 过去与那11个嫌疑犯问问话 可奇怪的是 经过米乳城的一番审问后 这些嫌疑犯还真都是犯了 偷盗库房存粮之罪 这可把米乳城给整迷糊了 难道那苗宗输还真转了性子不成 只是他没发现的是 就在他转身离开的时候 他身后的王年生诡异地脱离大部队 跟一旁的是位轻声而语 似乎在交代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随后才快步追向大部队 米乳城很清楚 他的行程很快就会传出去 但这只是他的障眼法 等探子朝着复心舱策马狂奔而去之时 米乳城立马再次改变行程 转叫要去东边门外的御风舱 一旁的王年生闻眼脸都白了 等到了御风舱大裤外时 王年生更是汗流加倍了 他还想进去通风报信 可米乳城根本不给他机会 当即让他原地待命 米大人一路熏舱 王年生越是垂死挣扎 米乳城越是要进去一探究竟 王年生还想跟上 却被几名士兵死死按住 米乳城终于冲破了防察网 看到了粮仓的真实面目 随着大门被推开 大清国最腐败肮脏的一面 彻底暴露在了人们的面前 你知道清朝贪官是怎么作假的吗 从铜里咬出一波及白沙子 均匀地洒入米中 几个浑身大汗的人挥动着木耙子 像翻晒到鼓式地在米里巴拉起来 将米和白沙子搅拌在一起 这还没完 为了继续给粮食增重 用铜底开又动眼的水桶 像是在泊雨一样在白米堆上来回奔跑 米行老板有些担忧地询问 记账的官吏 你说咱们这么造假 会不会被皇上知道 两人不知道的是 这里的一切都被前来视察粮仓的米乳成 看得一清二楚 从他们口中米乳成得知 探官们把这些掺的沙水的烂米 强行卖给百姓 一边把黑出来的毫米转手 卖给米行高价出售 一次造假少说也能云出万把金毫米 就能含泪血占一千二百两 看着米行老板付个款都婆婆妈妈的 记账的小麻子当即就怒了 你他妈打这银子是我的呢 小麻子告诉米行老板 这一千二百两银子 咱们这里所有干活的人加在一起 只能分到二百两 舱场监督王连生一个人就拿了二百两 剩下的八百两都得给坐梁厅的领导 这坐梁厅的大人心也忒黑了 他一口就要这大半个烧给你 黑黑的还在上头呢 那就说总督也有一份 一份你当他妈逛窑子呢 睡一个娘们给份假去 听说呀给坐梁厅的孝敬银子 八成都进了苗总督的腰包了 米行老板很是吃惊 这苗总督一次吃那么多 就不怕被银子撑死吗 你听说哪位让银子撑死 听得差不多了 柱子后的米汝城终于走了出来 仿佛是见着了凶神恶煞 舱房内的众人一起停下手中的动作 现场死一般的安静下来 坐假的工人和官员各个脸色惨白 疯狂磕头球迷大人饶命 按照大经律条 凡用石沙药水掺米之案 首犯力斩不设 从犯发宁古塔给官兵为奴 各犯所有家财一并抄没入关 但为了保住舱场青年的名声 于公于私都只能软处理 只见士兵上前把跪着的人头上的帽子给摘下 然后往里铲上满满一铲沙子 又在各自的面前放下 就像放下了一只只巨大的饭碗 被召来的王连生一见这架势 立刻就明白了一切 原来他们已经不是出饭了 有些人已经被米乳城抓到过好几回了 有时吃白土 有时吃烂米 但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在王连生的监督下 众人只好将沙子一口口地往嘴里灌下肚去 可坚硬的沙子哪有那么容易咽下去 还没咽下去几口小麻子就快要顶不住了 他端起水来硬往下送 最后实在扛不住了 当场就要指认王连生是主谋 可不料话音未落 王连生猛地从腰间抽出一把尖刀 眼也不眨的一刀捅死了小麻子 然后又飞快地把短刀塞到小麻子的手中 说他未罪行刺 王连生还以为自己能逃过一劫 殊不知 属于他的一筐沙子早已经给他备好了 王连生还负于顽抗 可还没几下 雪白的长刀就架到了他的脖子上 说把王连生双手抓起下来 发疯似地往自己的嘴里塞去 自以为完胜的米乳成不禁有些洋洋得意起来 想跟我过招 他还嫩了点 老爷这么做才是上上之策 要是每回抓到参架都砍脑袋的话 那要不了三回被砍脑袋的恐怕就是 恐怕就是您自己了 米乳成不知道的是 当他踏入南新粮仓艳粮的那一刻起 他就踏入了苗宗书为他精心编织好的陷阱 米乳成虽然得意忘形了 但好在他有为女诸葛做秘书 秘书柳寒月经过仔细揣摩分析 终于理清了今日的三件怪事 第一 向来不去苍场巡查捉虫的苗大人 之所以瞒着你米乳成下苍场捉拿蛀虫 是因为他已经将你当成了蛀虫 第二 王连生一刀捅死了小麻子 根本不是因为害怕小麻子会接他的底细 而故意杀人灭口的 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你是苍场最大的蛀虫 所以凡是在苍场被杀的犯案之人 不管他是怎么死的 那就一定是你下的毒手 谁有此理 我满朝王武 我米乳成的这双手 何曾沾染过刀血之气啊 老爷莫及 想明白了这头两件事 第三件事 就不难想明白了 第三 苗宗书既然亲手捉到了苍场作案之人 暗场里应当急送刑部才对 可是他却一反常态地私设战龙 将这些人锁在战龙里示众 那是因为他要杀鸡给猴看 而那只猴子则是乾隆 米乳成的脑袋一时转不过弯来了 他把皇上当成猴啦 他要给皇上看被杀的鸡是假 他要让皇上看龙里的鸡被谁所杀 才是真 杀战龙里的鸡 这么说是有人要杀战龙里的暗犯咯 这人不是别人 是您 我 米乳成越听越迷糊 就算战龙里的暗犯真的死了 那与我何干 为什么会是我杀的 当然会是您 因为您是苍场最大的蛀虫 您为了保全自己就得杀人灭口 而就在两人聊天之际 那些战龙里的暗犯全都被人灭口了 刘涵越不愧是米府的女诸葛 他立马替米乳成想到了唯一的翻身之策 那就是在明日的早朝上 他也给皇上集地一个奏章 参秒总督的亲信仓场 监督王连声杀害小麻子灭口 果然如柳寒越所料 第二天一早 苗宗书就把米乳成的罪行 写成奏折交给了乾隆 米乳成也就成了乾隆眼中十恶不赦的罪人 清朝是这么厌尸的 两个差异各端起一碗白酒 不停地往对方脸上喷去 喷完活人喷死人 而他们之所以这样互喷 是为了避免失气上脸 这可是乾隆朝上 头一场大命案 这个案要是结了 该死的 怨死的 还有得死上的一地 死的是越多越好 咱爷们还得靠他们吃 咱们借交给他们 请离审上的虐寨 带过来 免得引气扑审 闲聊过后 两人动作麻烈地 收起尸体上的衣袋 这位爷明显心太沉了 得帮他减减负担 这位爷被勒得太紧 得帮他松松手 这位爷身无分文 得帮他按摩下 就在两人热火朝天的搜我之际 一张血手突然紧紧地 抓住其中一人的衣袖 这位幸存者名叫马斯 马斯昨晚挨了一刀后 不但生生掰断了 杀手刺向他的刀刃 还顺势将那名歹徒的 一只左眼给刺瞎了 得知此事的刘统心 当即下令通查全城诊所 发现伤眼之人一律激纳 经过一天一夜的搜捕 终于在一家赌场外 将他们要找的赌眼人 缉拿归案了 同时赌眼人也招出了 背后雇佣他杀人的 正是苍场监督王连生 王连生对此供认不讳 但他还是不服 就是再吃这种虾子 老子也要喊不服 是谁指使你雇兴杀人的 跟我说了 没有什么好处 凌迟之后 准你入关 王连生心里有三不服 他就是本案的一个喽啰 确实重伴他一人 这是他的一不服 他也是受人指使才顾凶杀的人 却要将他当主谋抓来抵罪 这是他的二不服 你只是苍场的一条小虫 小虫一出 大虫却逍遥法外你不服 说得好 说得好 在刘统勋的一番推心致富下 王连生含泪将苍场去 虫苗宗书给供了出来 可就在王连生即将签字画牙之时 突然收到了一份 来自家里准备的送刑犯 希望他在黄泉路上 别是一肚子沙子 为了不辜负家人的一片苦心 刘统勋准许王连生先吃饭后画牙 毕竟他的手印一按下 就等于按死了一个二品金冠 可不料仅仅一杯酒下肚 王连生就两眼一直 嘴角爬出一缕紫穴 身子渐渐软倒下去 王连生艰难地朝刘统勋投去哀求的目光 刘统勋心领神会 快步上前协助王连生完成画牙 在按下手印的那一刻 王连生释然地离开了人世 而苗宗书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他打算去求米汝城放自己一马 可回应他的只有米汝城专门 为他准备好的一盏白灯笼 听我家老爷说 这天色不好 让苗大人回去的时候 用他来找路 免得坠马 到此关高二品的苍场总督苗宗书 终于被绳之于法了 临行前他对着门口的上马 是破口大马 是他 抖色了我苗母做官的威风 是他 炫耀了我做官的荣耀 他不是个玩意儿 是他害了 要不是他让我每天 踩着他上马下马 我苗某能有今日之灾吗 可这上马石 让我尝够这当块的甜头 苗宗书看似在骂上马石 实则是后悔 自己没能抵抗住权力的诱惑 当然了 像苗宗书这样的高官 如果不是今日不慎被抓 他不会有意思意思地后悔的 逼不得已后悔的苗宗书头一尘 向着上马石一头撞去 死在了逼他做贪官的上马石上 乾隆朝第一桩大案 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乾隆当着闻五百官的面 烧到了苗宗书献给他的那颗五谷风灯树 乾隆终于意识到 眼前这株看似美好的五谷树 实则是一株大尺之树 是焚之一具 而不能禁区不详的五谷之树 收藏评论发弹幕 我在这里先行拜谢了